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印尼疫情自5月中开斋节后急速升温 确诊数屡创新高 而且由于筛减不足 专家认为现在公布的确诊数 大约只有实际感染数量的15% 估计7月底或8月中疫情将来到高峰 强烈建议政府实施封城措施 但印尼当局坦言 封城势必冲击平民生计 控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印尼疫情拉警报 7月2号单日新增确诊数达25830例 再创新高 有形病学专家发出警告 由于印尼衰减不足 低估疫情蔓延 据他研究分析 现在的确切确诊数 大约只有社区实际感染数量的15% 预料7月底或8月中才是高峰 因为病毒传播速度飞快 另外印尼医学会指出 现在包括雅加达 及近郊唐格朗等西爪哇城市 万龙 日热和东爪哇四水等地的医院 都隐瞒在 医疗量明显不足 但是如果谈论现在 顺利率也有很多 跟高峰的性质量 很严重 在这些医院的医院 在做一些决策 一些决策 哪些必须保护 能够得到疫情 印尼三号实施的防疫紧急措施 并未限制民众外出 也没有禁止路边摊做生意 对此流行病学专家强力建议 该是封城杜绝群聚的时候了 并点名爪哇岛 巴黎岛 以及情况同样堪忧的 马都拉岛 苏门达拉部分地区等 同时派员介入家庭 社区 找出感染源 以切断传播链才是上策 但回归经济现实面 官方也有困难之处 流行病学专家表示 如果下令封城一个月 民众只能特定条件下 才能外出 推估单日确诊 渴望能减少百分之八十 但封城令势必冲击 宣记该如何取舍 考验政府决策弹性 庄社记者石秀娟 雅加达报道 日本金刚县伊豆山区3号发生严重土石流灾情 搜救工作和时间赛跑 警方发现一对母子受困在公寓大楼里 爬上陷入迷命的公车 众人接力才顺利救出受困快一天的母亲及墙绑中的婴儿 这场大规模土石流造成超过130栋建筑物受灾 至少4人罹难 由于热海市许多房舍被当成别墅使用 难以掌握土石流发生时 房舍池有人是否在家 目前还有29人失联带确认 日本警销汉自卫队连日动员搜救 掩盖着救援黄金72小时将至 搜救脚步也加快进行 根据日本气象庭指出 目前梅雨封面仍滞留上空 雨势难歇 导致地盘松软 不仅增加搜救困难度 再度发生土杀灾害的危险性极高 呼吁民众远离山崖 山坡 河川等危险场所 庄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下温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婚姻会场 气氛热闹 亲朋好友齐聚 共同来为新人送上祝福 兵主敬欢 这番热闹的景象 过去疫情期间几乎看不到 未来将重新回到土耳其民众的日常 土耳其从疫情爆发以来 经历多次封城和解封 随着疫苗接种率增加 7月起防疫措施大解封 婚宴场所不再涉险 许多新人迫不及待 赶在首个周末完成终身大事 一场婚宴通常会有多达三百四百人参加 过去一年在严格的防疫规范下 人数降到只有不到150人可以参加 而且所有活动限定一个小时内要完成 政府还会派人进行稽查 这样的婚礼无法令人满意尽兴 导致新人成婚意愿降低 婚礼业者饱受冲击 业者表示 解封后婚宴市场有如酒汉逢甘霖 7月到年底的所有周末 婚宴厅都呈现满定状态 土耳其目前有近百分之六十三的民众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而当局计划在两个月内 让两剂疫苗接种率达到总人口的70% 以助生活尽速回归正常 中央社记者何鸿如安卡拉报道 东京奥运即将在7月23号开幕 日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 但开幕前夕 东京都疫情的反弹迹象却越来越明显 日本东京疫情爆发以来 已发布过三次紧急事态宣言 而每一次解除紧急事态后 疫情随即再度升温 日本媒体忧心 第五波的疫情可能会在冬奥期间来袭 尽管目前原则开放单场最多 一万名观众入场观看赛事 但根据冬奥五方会谈商议结论 如果7月12号以后 东京都仍实施重点措施或发布紧急事态的话 相关因应作为将包括闭门赛事 另外为了防堵传染力强的 Delta变种病毒入境日本 日本政府将针对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等Delta变种病毒流行的国家选手 要求在出境前7天 必须每天进行病毒筛减 尽管疫情当前 但奥运仍是宣扬国力和国家文化的好时机 东奥筹委会为了向世界推广日本饮食文化 向民间征集在地美食进行比赛 获奖的美食即可入选东奥选手村的菜单 但最终的获奖名单中 赫然出现了福岛核灾区生产的食材 引发热议 已有许多国家表示不敢接受 尤其是邻国韩国已表示 会自带厨师和食物参加奥运 日本民众也批评东奥筹委会此举失利 装设综合报道 每年的6月是同志骄傲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宣布 为促进所有人自由尊严和平权 美国护照将新增第三性别选项 这是拜登政府力挺LGBTQI团体的最新举措 另外美国国务院外也连日飘扬 象征欢迎双性人加入LGBTQI 人权运动行列的性少数进步棋 这一连串的力挺举动 都与川普政府的作为大相径庭 因而引发关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东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没观看 高度 怎么还没观看 看看 里面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措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